中華民國113年2月14號 今天是大年初五 好 希望各位還是過了很幸福的一個年 我們來先聽一首 美麗本人 還有李千娜唱的 你是我的杯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今天到現在還沒有拿到紅包的 應該也拿不到了 今天是初五 收假日 對不對 那收假日要先收薪了 所以說有很多塞在路上的 或者說沒有出國的 在國內玩 然後抱怨很多的 我們今天都要讓大家來 達到一種收薪 然後安靜 然後沉澱 然後充滿希望的感覺 就是我們的特別來賓 大家最喜歡的 神雕俠旅 新春神雕俠旅 賀新春 給大家滿滿的希望 悠悠老師 Eddie老師 大家好 新年快樂 哈囉大家好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好運來來 我現在要感謝悠悠 因為悠悠有時候介紹說 我們新年要開運 你知道嗎 她就說 她有 我知道她常眼神看著我的臉 她不太敢講 就是說 眉毛不對稱 這件問題 因為其實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開眼笑 沒一定要開 你看起來才會是笑的 所以我以前是八字眉嘛 是倒霉嘛 就看起來衰衰的 沒那麼興奮的感覺 就是搞笑型的 就滿好 就沒開搞笑 而不是沒開眼笑 然後又有就是說 可以去霧眉 所以我就在她的推薦下 就人生第一次 我一直跟她說 不可以像蠟筆 小心喔 對 結果我就一直跟她講說 一定 我的飯本是全智嫌 我知道 我知道從眼神看起來 有點 蠻驚訝的 蠻驚訝是這樣子的 沒有 她有跟我說 全智嫌那個眉毛 好像 我說我再要配臉 就像有段時間 大家以前戴咪摩爾很紅 大家要剪戴咪摩爾 頭 對 然後剪出來 都感覺像小呱呆 沒有 剪出來都是女兵日記 不是戴咪摩爾 對 真的 但是我覺得 有些東西就是 因為技術的 心啊 它的心事的那種 你不用怕啦 錯誤也無所謂 因為顏色會淡掉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耶 對 沒有啦 我當時也跟她講 不要把我弄像蠟筆 對 我覺得蠟筆小心 就是這樣被我們 罵到脫褲子的 因為真的大家都會講說 不要像蠟筆小心 對 因為有段時間 男的會弄得很像 演武俠劇 好粗喔 然後女的 感覺好像 兩個海苔在上面 那種感覺 我跟你講 男的都很像 陸頂記 對 真的啊 所以我就說 我們真的是 只要女的不要像雞姐就可以了 真的啊 大家可以小小的這種 應該怎麼講 不要侵入性的 小小的改變 對啊 是可以改變心情的 而且重點 改變別人的心情 其實這比較重要 自己比較難改變 因為眉毛弄好 你早上 其實你不用化妝都很OK 這就像很多人 想去割眼睛 是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她度數 只要是好了 對不對 她早上不用再戴隱形眼鏡了 對 所以她會覺得說 欸 這個是很方便 我覺得眉毛超難化的 真的 非常難 你不覺得眉毛很難化嗎 非常非常難化 而且我覺得 一個沒有化好 你整個臉是歪的 那你要不要補來補去 你乾脆又再洗一把臉 再重新弄一下 嗯 我跟你講 其實是有麥克風的 不要那麼害羞 我剛剛 因為一直覺得說 我的聲音 因為我上次在錄的時候 我就發覺 我只要 不是 我只要太靠近麥克風 通常來賓 兩個聲音都會被我壓掉 會啊 所以我就覺得 我遠一點無所謂 但是好像剛剛有點遠 我覺得聽眾 有時候應該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和那個江泰 都會互相吼 這樣子 因為他講話很大聲 我也要很大聲 這樣壓過去 他就給我吼過來 對 他把我壓下去 大家可能要把那個聲音 關小 真的真的 真的大家 沒有 新春啦 因為他們其實說真的 可能現在也是在 路途中 不會吧 明天不是要上班了嗎 現在應該在罵小孩 準備收心當中吧 現在應該是吃剩下的年菜 哦對 然後說 下次絕對不會再訂這一家 我的天啊 年菜吃到初五 到底有多難吃啊 沒有 很多人年菜準備三天 不會只一餐 沒有 你要去想像 很多人還會去外面吃 開了 初四都開了 初 沒有 有些 頂級的那種吃到飽哦 對 沒放 都開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原本還想訂 後來我看那個價錢 我就覺得我不配 我告訴你 我覺得他真的不配 我跟你講 你講得太對了 我覺得他們都會 營業 當然我覺得他們的營利 也不會說 Double給工作人員 並沒有Double 可能就只是加一點點 但是他們所有人的收費 都是Double 對 都是Double 而且好像一般很多質量都沒有到那個位置 因為我跟我老公講說要不要那個到時候我們出山啊帶我娘家就我說去吃看一個很厲害的就看哇這個價格可以直接到日本去吃 然後我跟你講 他一年就靠這一波 我隨便講一個好了 我覺得飯店的通常反應物價是最快的 對 已經漲了兩三波了對不對 對 那我這次去問啊 就是原來舉例啦一個人的中餐大概就1800好了 是啊 還不加服務費的喔 沒有加那個10% 但是如果你過年去吃對不對 就是乘以二耶 對 3000多啊 對 我覺得你好像跟我看的是同一家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同一家 我後來覺得 對 我也那種驚訝 沒有我後來就覺得我決定過年給他餓一下 剛好減個肥 沒有我真的驚訝 真的驚訝怎麼會誇張到這種程度 沒有啦 而且過年的品質不會比較好 對不會好 其實常常比較差 甚至比較差 對我覺得就 沒有我們 當然大家還是要支持餐飲業 或者是說像我們這種比較窮酸的那就算了這樣子 可能不配 也可以預訂 他現在有些那種還不錯的年菜可以先訂 對 預訂年菜 沒有啦 但是年菜也不要只一家 這個是風險的規避 對對對 三家 我們都三家起跳 真的喔 對 因為其實說真的啦 以前的大家會覺得傳統年菜是除夕一餐 對 然後初一 初一嘛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初一 有些人懶得出門 你至少準備三家的 也就是說 六六六十八道才夠 因為可能初一你也不想出去 初二你可能就吃初 年那個初七的初一順 對啊 初二 女兒回娘家 初二那餐其實是要最澎湃的 是啦 對 有有有有真的 欸你跟我都 真的真的 對不對 就最澎湃的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大家到我 所以我才會問到那個飯店嘛 嗯 才想說怎麼會 怎麼都那麼恐怖的價錢 真的 真的 你有良心嗎 沒有沒有 因為你這樣算 十個人就是三萬起跳啦 一定超過 超過 一定超過 對 因為我那時候看的時候我會 計算了一下 我就 算了 後來我們覺得了 明天還是出國好了 還是應該出國 對啊 真的出國 沒有啊 好吃又便宜耶 其實我 對啊出去是很不錯啦 其實我覺得跨年這個 過年這個時間 重點就是大家在一起開心啦 你懂我什麼 你應該去陪你的狗狗 你不是在台東嗎 啊台東 對啊 可以說來 我這個要來分析給大家聽 是 我覺得我很期待這個台東 你認為那個很安靜的 比較就是說 可以 看海啊 去的地方對不對 在廉價 是最擠最熱門的 蛤 因為大家都要 你在遠方的遊子 可能一年只回去兩次 對 有一次一定就是過年 對不對 回部落 所以那車票是很難買的 飛機票就更不要講了 對不對 你去難買回來也難買 很多人就覺得要自己開車 所以你就會塞在南回公路 因為每個站都很好玩 真的喔 所以我認為 以我花東來回票 已經蒐集了四五十張的 東漂族來講 我認為不要再 年節去吃 過年的時候 我還想說那個時候 能量一定很好 很平靜 結果就是最吵的時候嗎 人量很多 日能量 人量跟聲量 真的喔 對而且台東一年 你要他沒出太陽 大概只有一個月 就是陰天啊 大概就是寒流的那幾天 台東最多的就是 空氣陽光花河水啊 所以任何時候去 他都是風光明媚啊 風和日曆 陽光炙熱啊 烈火灼身啊 所以有什麼好挑日子呢 任何時候去都是很 光線都是很好的啊 對啊我覺得過年真的 尤其初五 我覺得大家真的是 要把自己的心啊 能量都要收起來 因為明天可能就要上班 我不知道大家是 什麼時候上班 我們今天就要講了 辦公室跟你的住家 如何聚集能量 是是是 沒有錯 好 初五 是 猴子跳舞 是不是 天啊 你好爛喔 這是新奇舞 好來 初五 舞龍 舞獅 好可以了吧 舞獅又舞龍 好了 龍會跳舞了 OK 好那怎樣 我們要回來了嗎 要開工了嗎 有些人會放到初八吧 可能大部分都是初六 就一定開工 對 你這樣一講我想到 我有個朋友 他是做那個珠寶的 他有一次修到初十六 他們那個 沒有客戶嘛 過年比別人早過 然後 放假比別人 對開工又晚 開工一定要看日子 他很在乎看日子 前後剛好抓 剛好拉出一個月 對 對 開工很重要耶 對啊 可是我們要 點鞭炮耶 要放鞭炮 其實大部分都會有 舞龍舞獅來要紅包耶 開工日啊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我記得小時候 小時候在台北應該 台北市有 現在你隨便趕去你家家 或你家店裡面 如果你到鹿港 他們還是有舞龍舞獅的 跳家關之類的 其實我跟你講 過年到鹿港實在是太好玩了 因為整個鹿港其實充斥的 就是宗教文化嘛 還有文物嘛 就是他的那個 他的那邊的神器特別足 尤其是你看沿著走的話 如果你今天是去 大甲鎮南宮 拱天宮 鹿港天后宮 哇 三宮齊聚 發了 這不是發了 我覺得鹿港都行 再去南投子南宮 哇 然後就更爆 一路塞啊這樣子 一路塞啊這樣子 尿袋在車上這樣子 不是 你去一個工 差不多也初五才回來 因為塞回來差不多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想要聚集 對 好的開始了 怎麼樣 爬山 沒有第一件事情 在家裡 因為如果你們之前有聽過的話 我建議大家除夕晚上 開始開家裡的客廳的那個 長明燈 他們已經開了 已經開 對就一直開到 你說元宵 初五來 初五來元宵也太久 開到今天就可以了嗎 對啊 今天就可以關了 就可以關了 就是那個家裡的燈對不對 今天早上你就可以關了 如果你講究一點 你也可以明天再關 但我基本上今天就關了 因為我覺得客廳一直亮著燈 我的腦神經衰弱 我覺得太亮 都感覺好像就說來偷吧 不會啦 小龍也知道你家裡有人 亮的話應該可能比較安全 安全 反而安全 會以為有人對不對 對啊 其實就是你那時候就說 除夕要 我點一直亮到初五 對不對 我們都都是 而且我辦公室也是這樣 我會開一個燈 燈已經開到最亮的 對 最亮 好那我們講幾個好了 辦公室跟住家 因為Eddie可以 待會可以告訴大家 怎麼樣集氣跟擺陣 不是擺陣 OK 其實因為要開工了 然後要開工了 那最重要的是 可能大家要先檢查一下家裡的玄關的部分 我們都一直不斷強調 玄關它在家裡來講 至少七成的好的那個風水的能量 真的 而且很多人那個這段時間都客人來到家 弄那個玄關 亂七八糟 真的 那玄關最容易被忽略就是說 因為 常常大家習慣嘛 進出嘛 那鑰匙啊 或者是水電單啊 不然擺旁邊 零錢 零錢啊 對 水電單多麼傳神啊 對 真的 然後呢 水電單 健保卡的那個什麼 老寶局 老寶局寄給你的那些收據 那變成說玄關久而久之就變成是 好像是一個公告籃 這樣提醒的 那其實不對 好的玄關應該是保持一個 就是讓它是 第一個光線剛剛講明亮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那個玄關櫃喔 一定要把它整理好 讓它有空間有好的能量去發揮出來 然後呢 特別是上面的灰塵 然後呢我就今天像鑰匙的部分喔 如果說你是懶得掛的話 你可以準備一個小的盤子 上面可以擺放鑰匙 那最好是你常用的 如果不常用的像什麼備份鑰匙啊 就不要把它放在前面 因為很容易喔 把鑰匙丟到聚寶盆 你知道 因為通常 因為本來本來聚寶盆 我們只放錢的對不對 那因為 殊不知它就放在門口 三不五十啦 橡皮擦啦 美工刀啦 有有有有 切字比啦 就是我靠那個訂書機 我們去幫人家家看 雜物桶了 對 我說請問一下為什麼會有筆 一支原子筆 你有什麼講究嗎 對 他沒有不小心小孩放進去或什麼之類的 是 所以其實 其實風水上來講的話 你的大門是你的入口 對啊 錢財入口啊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什麼臭鞋子啦 不要給人家放在前面啦 不要放在那個鞋架 不要放在玄關 然後亂七八糟的 是的是的 廚房的冰箱 跟入口的玄關 那玄關今年要注重什麼 今年是龍年的 基本上像 今年的話 如果說你第一個 燈一定要黃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 你有家裡有擺件的話 一定是以那種黃色或金色的擺件為決 為什麼要黃燈啊 趕快說一下 黃燈有時候妝會太濃欸 其實大家可以做個實驗喔 在白光跟黃光的那種 感覺上 會比較活力 會比較有能量 因為拍照 如果拍照比較好看 我覺得黃光 我比較怕白光 因為我覺得白光 感覺有點冷冷的 對不對 冷冷的感覺 就是怪 就感覺你好像應該要工作或幹嘛 你沒有辦法放鬆 沒辦法 那有一些看太清楚其實也很煩 是 像我在家裡有東西垃圾放在那邊 我就白光看好清楚 但又懶得丟 你就照心裡的掛礙 對啊 所以要趕快叫老公 所以我覺得冬天不管怎麼講 我覺得都應該要黃光 黃光比較好 尤其今年我覺得大家那個情緒 有時候都比較低潮一點 黃光真的比較 會讓你比較舒服一些 就溫暖一點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大門玄關 對不對 那如果是說他的辦公室呢 辦公室可能沒辦法 那我們要擺什麼東西 會讓你的心比較瘦一點 不要那麼浮躁 是好 那個其實過年 大家休假回來上班嘛 對不對 第一件事情 我知道有些人會在辦公桌養魚 你知道嗎 看那個魚是活的還是死的 天啊 我覺得養電動魚吧 有一種LED魚養一養就好了 還養真的活魚啊 真的 危險耶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剛才講到這個風啊 不光啊 花啊 魚啊 生物對不對 對有些人就是覺得很療癒啊 養一些小小動物小植物 很可能五六天 因為有些人提早放假嘛 回來可能那個植物也枯黃了 魚也 魚忘了帶回家也差不多 對啊有些人都差不多 其實魚你反而讓它餓著比較好 有些人會臨走前撒很多飼料 那個魚都會撐死 其實魚可以餓的 牠不能吃多 然後還有那個有些人蝦子有沒有 有段時間大家講蝦 蝦 然後回來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不知道今年是暖冬 還怎麼樣 他就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 開個燈 變了那個蝦湯 你知道嗎 蝦湯會熟啊 變垃圾嗎 垃圾 牠就會熟掉了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能 你去辦公室還有那個葉子 但種一大堆有了沒有 那個葉子爛葉什麼的 把它摘一摘 我真的覺得把它摘掉吧 有些人就 啊這樣子 他就看著這樣 他不處理 你一定要上班第一天 就開著再開著 你知道嗎 這個什麼 清晨起床 撒掃清除啊 就在開始要處理 我跟你講這個還有一個怪 就是說以前我養植物的時候啊 有些植物它枯萎了 嗯 總覺得說第二年會再開 就養了一年 它還是枯萎的 欸 突然間覺得捨不得丟啊 只要有一天圓藝的跟我講 他說死了就丟了 這個就死掉了 沒得救了就丟了 我說就這樣子 他救不我 他說這個已經這樣子了 一盆才多少錢 他直接講了 我說不是是有感情 他說這個還有什麼感情 你這長不出來了 你這有感情把它拿到公園去種吧 然後他就說 該丟了就丟 對一定要 那個植物就是要處理掉 差不多植物也沒有那麼多的養分了啦 對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而且說甚至有些植物啊 它上面其實有積滿灰塵 因為都是放在固定的位置 那你會建議用一些毛巾沾一點水 稍微把它擦死 我記得 悠悠你曾經說 如果說你家裡有一串那個葡萄 水晶葡萄 就是什麼 籽嘛 子孫多 你是說 捷石雷雷 你說那個上面一定要亮 要亮晶晶的 你還用嬰兒油還是植物油 我們都要去把它噴 是的 我們在過年前都會把家裡所有的水晶 在那邊抹啊 洗啊 泡水啊 那怎麼樣 消磁 對 ADI老師都要我們都要好好去處理這個部分 很多人都弄得很髒你知道嗎 很多人說他擺陣 我說你這個陣你有在固嗎 上面灰塵多了跟什麼一樣 一放就十年二十年過去 裡面都有很多 我剛才我有看過最可怕的是裡面 還有蟑螂屍體 還有蜘蛛網 今天那個蜘蛛網 那已經變成侏羅記了 蜘蛛洞 蜘蛛洞 這已經不是那個 蜘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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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基層的 蜘蛛洞 不是蜘蛛洞 你那個已經是生太剛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說你今天不要對不對 你就是最好就是直接 直接就是跟他講說 你不要多種這些東西 是的 多種這些 對 你多種這些東西對不對 反而給你自己並沒有招財 只是招來了 塵蜘蛛 還有很多的動物之家 對 艾迪老師他最恨我 因為像我有些時候 我會養那個植物 因為我就撥了很招財 香蜂草的很招財 然後我養了就覺得很棒 接下來就是艾迪老師要去 那種植物 買那些香草 最後都是我在 我跟你講 因為又有曾經跟我講 他說我後來經過試驗了 他說家裡最好那個花就是彩色繽紛 黃的 然後我跟你講 我就試驗黃的白的跟紅的擺在一起 就是分別擺以後 我發覺黃色心情會最好 對 差量太多了 對 像我曾經上一陣子前陣子 因為這個季節有那個太陽花 它非常黃 非常黃是什麼意思 然後呢文欣蘭是看季節 對 對 但是太陽花是大朵的 然後也不貴 你就買一大把 然後再加上瑪格莉 黃色的 我找那些 橘 橘很漂亮 他們的耐擦欸 是嗎 很耐欸 其實我跟你講 越擦越黃欸 對 你還可以有 如果你真的很不會擦花的人 我跟你講你買一束那個玉金香 黃色玉金香 它怎麼放都好看 好欸 玉金香就好像一個小小的招財物 來得及嗎 來得及 一直到初十五都來得及 到到十五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未來好了 因為初五有些人已經 來不及了 放到爛了 就是也髒了也灰了 我們接著Eddie跟悠悠就要講一下 如果初六到十五到我們的元宵節 元宵節就是上元節嘛 上元節我們應該怎麼做 咦上元節要點燈了 要再次點燈了 那天不是跟我們說那個蠟燭嗎 對啊蠟燭 待會兒講一下可不可以點蠟燭 好 但是我覺得你們今天來完全就是 就是挑時間的 當然 就完全按時辰 因為很難得初五是西洋情人節嗎 它是中國情人節還是西洋 西洋的 2月14啊 Come on 對對西洋是你的領域 歸你管的 對 那要怎麼樣讓他們感情更好呢 其實我一直建議很多人 這個情侶啊夫妻感情要好有沒有 要給彼此空間 不要一直講廢話 像我覺得 我覺得是怎麼樣 什麼叫一直講廢話 人家講情話 就有些人都在講一些那些 你都不理我 然後你就說人家講廢話 就找麻煩 你知道嗎 像我跟我老公 我覺得最好就是呢 像我以前都會說 老公情人節禮物呢 老公生日禮物呢 都沒有 他都送我空氣 他怕我缺氧應該多貼心 都送我空氣 對啊 後來我現在覺得沒有 我跟你講一個人 我不論你有沒有情人 如果你期待你的愛人要怎麼對你 你要先學會這樣對你自己 我覺得做的最好就是江泰 他想什麼他都不會想到別人送 他就學會說我自己買 我都自己 就很開心 應該絕對不會有人送啊 而且他們送的也不會是我的等級啊 真的 都嘛自己買 對啊 我從頭到尾都自己買的 天天的 可是你看你多好 你就不會是那種 我要的東西都要我自己買 都沒有人要送的 你不會 你會覺得我買超好的 我天啊 我完全覺得說 他們絕對不可能送到我的新卡 而且我的清單他們也買不起 所以我都自己買的 這是有錢人的 真的真的 對 花東線啊 OK 不是就不可能嘛 但是自己買給自己就好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情人節 有沒有都在吵架 其實你知道我會有時候 在那個餐廳都會看到我 情人節很不開心 比如說我去吃飯 然後我就看到我女生說 喔情人節 你就是帶我去吃這種 這個是我大學的時候 曾經會跟Eddie老師講的事情 你說你情人節沒有要表示什麼 他說我已經表示了就是這樣 那你內心就有很多小劇場就覺得說 我在你心目中 我大學的時候 我記得我給你一個新的 帶你去吃那個路邊攤 喔對 我們情人節他帶我去吃一家 叫髒髒麵的餐廳 髒髒麵在哪裡 他從小到大沒有在吃路邊攤 真的 然後到台南我覺得就一定要吃路邊攤 髒麵在一個榮樹下 非常髒 沒有名字的那個麵 非常髒 完全 不是我想知道就是 Eddie是不是他太好追了 我覺得應該就是 完全沒有 情人節 我們那天看的電影叫什麼 聖石傳說啊 我老天爺 你知道嗎 那是一個布袋戲欸 你知道嗎 欸我是一個不懂台語的人欸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說你這對我有什麼誤解 喔對 怎麼會覺得你要看布袋戲 就看得很聖石傳說嗎 對 你知道嗎 第一個聖石傳說的電影 布袋戲的電影 我覺得你真的對我們的民俗藝術 貢獻很多欸 因為我那個時候 一定布袋戲 很累為什麼 你知道像我看英文的電影 我大概聽得懂他講什麼 所以我看不用看那個字母 我看那個布袋戲 我要一邊看畫面一邊看字母 一邊看畫面一邊看字母 這樣子的過去 可是我講真的 這就人就會成熟了 你懂我為什麼 你就知道 我讓你成長了 對我成長了 我就發現就像你說的 你不用期待別人送 你送到心坦裡 你直接給命令 就是說我要去這個 我要去那個 這樣就好了 對啊 不過沒有用啊 哈哈哈哈 給命令也沒有用 我不會 我是聽從命令 服從指揮 真的 所以Eddie是愛你的 餐廳 我們去吃什麼餐廳 他都要叫我選 你很難選 沒有我跟你講 我真的選 我就隨便選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他愛吃什麼 好感人喔 對 我就知道他愛吃什麼 你們互相做球欸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情人節 或者出去玩 基本上我們喜歡的東西 很像好不好 很像 對啊 真的 我覺得好 像我喜歡的東西 真的是太俗了 以至於我覺得 大家都會覺得 也不想問 比方說像我就會 比方說 我一定會說黃金啊 對 那不是不想問 那不是不敢問 那不是問也沒有用啊 對 比方說我就是喜歡 而且要有重量的 黃金啊 所以不能空殼 那種東西 不是就是說如果說 他真的是 輕飄飄的 而且有時候帶著感覺 沒有感覺 好像沒有分量 就掉了也不曉得的 那真的就別了 所以就不要問了 問了也沒有用啊 所以任何時候 我都嘛 不知道我喜歡的人 也假裝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所有的女性都應該 學姜泰 就是你想要怎麼樣被愛 你就這樣子愛你自己 我很愛我自己 我覺得很好啊 可是也沒有 我想要怎麼被愛 沒有啊 還是只有自己愛自己 做好自己啊 最快樂 對啊真的 不期不待沒有傷害 你懂我意思嗎 真的 不是 導論不是這一句 我們今天是情人節 還是要告訴他們 怎麼樣讓彼此的感情更好 再問Eddie 問問看吧 我覺得 我覺得 對啊 不是自己愛自己 是怎麼讓彼此的感情更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喔 其實在一起喔 應該是從日常生活的 一個互動開始 那有時候只是情人節 就是給大家有一個 有一個明目 譬如說 被空的明目 我舉個例 譬如說像 像家裡啊 小朋友 特別是小朋友生日啊 我們可能一個小朋友生日 我們就會 一個月會吃至少四次以上的蛋糕 哇這個太棒了 對 就是找明目 真的 蛋糕太好吃了 那我覺得情人在一起也是一樣 就是你平常你在生活當中 的一些互動啊 有些小驚喜 譬如說我跟悠悠都有一些 很無聊的一些小互動啊 譬如說 沒有沒有沒有 譬如說有時候你 你就會 喔說那個 我一些生活上啊 有時候要改進啊 要調整 小驚喜罵 這不是小辱罵嗎 這樣子 小吵架 講多一點 講多一點 快點 反正這個時候 沒什麼人聽 快點 再多講一點 快點 以後沒有什麼機會講的 我怕我走不出去 你就再多講一些 你先去外面喝杯茶 來 Eddie再繼續 要做三集節目 然後還有很多衛生紙這樣 Eddie才能講完 真的真的 這個真的太精彩 我們以前從來不知道 他有這種隱藏版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真的一定要那個 再多講一些 我不是很希望他多講 但是好像已經沒時間了 沒有沒關係 要不要每每每每每每初출六速七 再回來講 一下okay 你要那個 沒有沒有其實我覺得就是這樣 像我的話就會摸摸他的手啊 就說喔都會好好的調整 什麼之類的 對阿每天慢慢改 這樣子 天阿 本來初五路上沒有人 聽到這句話 跟その多讓我常常 真的 既然 好啦祝大家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開公順利 恭喜巴採 然後都要像Eddie跟Yoyo 永遠 甜甜蜜蜜 愛到人家想吐 也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情人節快樂